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晚上到后天 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将会趋于结束 但依然会制造降温 特别是后天早晨 全国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再次创新低 像哈尔滨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将会跌至零下28度 太原零下14度 那么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南京也将会跌破零度 即使是位于华南的福州和广州 最低气温还将会不足10度 那么天气寒冷 注意保暖的同时 在江南南部一带 我们还要警惕霜冻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总的来看 这股冷空气给我国中东部地区带来的主要是大风和降温 不多的降水 集中的分布在内蒙古和东北的部分地方 然而与此相反的是 在西南这一带 因为有暖湿气流的配合 冷空气的到来将会制造更多的降水 今天晚上到明天 从西藏的西南部 一直到贵州 云南 广西西部 普遍都会有降水出现 其中西藏的帕里至错纳一线 以及青海南部等地还将会飘落大雪 到了后天 西藏西南部的强降雪结束的同时 云南西部的降水则会开始增多 而且预计这里的降水将会持续三天折的时间 不过在这一带的降水全面展开之前 今天晚上到明天 在云南西北部这一带 森林火县气象等地仍将居高不下 同样在晴朗干燥又伴有大风的华北北部 也要注意护林防火 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经济预报 北京情零下6到0摄氏度 哈尔滨小雪转多云 零下21到零下17度 长春镇雪转多云 零下20到零下14度 水阳多云转情 零下19到零下10度 天津情零下5度到1度 库克浩特情零下17到零下8度 乌鲁木齐情转阴 零下20到零下14度 银川情零下14到零下2度 西宁情转多云 零下19到零下1度 兰州情零下11度到1度 西安多云转情零下3度到7度 拉萨音转震雪零下4度到11度 成都多云3到10度 重庆阴6到9度 贵阳小雨转雨加雪零度到3度 昆明多云转雨加雪2到11度 太原情零下12到零下2度 石家庄情零下4度到4度 济南情零下5度到2度 郑州情零下一度到6度 河北多云转情零下2度到5度 南京多云转情零度到4度 上海多云转情2到8度 武汉多云转情零度到8度 长沙音转多云4到9度 南昌多云转情3到9度 杭州音转多云1到7度 12到17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